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很有契机的计划 就是由香港赛外会前前进度基金 支持我们进行这个智能游戏增长 其实整件事里面都是我们有一个社区持续抗疫基金支援之后去做 现在你看到的画面 其实整个计划里面并不知我们今天是哪个广座 包括我们之前一直都有进行的关心住院病团 有一个叫华华出现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剩两倍提到的 另外也想给大家社会大众认识 我们赛之乐里面提倡自由游戏 以及疫情之下游戏的方式 有些什么不同 我们也有一些专讯在我们的网上能够下载 之前也一直有几家学校 在参与我们支援华园里面的一些游戏法 很多人的计划 所以今次这个计划 你会看到我们赛外在关心的人 不只是平时爸爸妈妈你们健康的小孩 一些患病的小孩都出现了 我们都可以想帮到手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团队 就出现了一个很流行 很赞心 很赞心 可能有爸爸妈妈参加了一堆我和妈 科娃和妈妈就有少少认识 我们就来自志乐里面 好玩妈妈学校团队 我自己就叫书仔爸爸 我刚才认识的学校都说了 我都是好玩妈妈团队的 我就是科娃和妈 今天就多了另外两位同事 好像搞到是我们一些知力比较深的同事 但是最后的知力比较浅 因为不是这样的 其实志乐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服务 除了我们翻身的同事 和爸爸妈妈都会学校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群队 在不同的医院里面 去帮忙医生、护士 以及治愿人士 甚至里面的朋友和父母 去面对患病之下各种的挑战 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医院游戏服务的 另外两位同事 不如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医院游戏师Natalie 那小朋友就会叫我做鱼鱼姐姐 Hello,大家好 我也是医院游戏师 我叫Chico 小朋友就会叫我做鱼鱼姐姐 鱼鱼姐姐和鱼姐姐 他们两个很亲切的名字 就是动物化了 令到可能平时在医院里面 和司法律接触的时候 都会比较亲切 今天我们这个讲座的名字 是超级长的 是的 改过工作的名字 这么长了 我们特显了时间性 就是生日上之下 一些游戏的情景 一些可能要预像检测 或者隔壁的情景 而我们今天比较上去提到一点 就是情绪上面 一些需要的 我相信情绪这件事 就没有分男女老幼 都会照顾你成长 但是生日上之下 小朋友又要玩 甚至家长会很想 有时将游戏 变成一个可以和小朋友 舒缓的机会的时候 究竟可以怎么做呢 今天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爸爸和妈 我现在这里先讲清楚 极有可能 我们会超过三点半 我希望多给十分钟 我们就应该能够 完成整个工作的内容 亦都希望能够 保留一点点时间 电话面有点 就是查详或者互动提问的时间 今天同样 稍后我们都会有一些调天心 和有一些文卷调查 分开讲座中间有一些 文卷调查一些 文卷调查一些 虽然今天我们参与人数 可能超过一百多个 所以就 有些钟头开麦会这么多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希望小小的活动环节 亦都今天讲座里面部分的内容 截录了 在完整的讲座之后 会有一个截录的版本 和文字版 和一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 当然 参与在讲座的时候 我想立刻抄下 接受欢迎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座的时间分配 和给大家一些心理活串 去准备参与我们今天的讲座 其实我们进去我们的正题的时候 就是在疫情之下 在近几个月变化会多了一点 除了四月开始游乐场开放 小孩可以去玩 幕后的服货也开始越来越全面 但也出现了一些 因为常呼吸道的感应 而出现突然的停放 或者检测 所以小孩的生活和游戏 日常都会带来了很多很多 小孩和大人面具特别检测 的时候的情绪的转变 这一件事 我们平时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些 游戏的内容方法的时候 都会有提到 所以今天我们很想尝试一下 在疫情之下特别去选取一些情境 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方法 这一部分我就请Flo妈妈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交过一个咪 交过控制器给你 所以我们四个人已经要一支咪 所以我们都听得清楚了 刚才书仔爸爸说到 其实游乐场开放 有服货的情况之下 你的小孩的情绪 都和平时可能有些不同 但讲到方法之前 其实我都想和家长一起去想想 其实有什么变了呢 是不是疫情下 小孩的游戏日常 都会和以前有些不同的呢 我们一起看看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你的小孩会不会有这些东西 都是改变了的 身体上的改变 因为现在常常都要戴口罩出街 跟小孩去玩的时候 偶尔一定会听到他们说 很热啊爸爸 很热啊妈妈 我不想戴口罩行不行 可能身体上 常常都要感受到热 因为戴着口罩都会烤的 或者常常都要搓手 去到哪里都要搓搓手翼 坐车又要搓搓手翼 玩完小孩又要搓搓手翼 可能那些手的皮肤 都感到到 被你脱脱的 或是搓手的 可能这一个 都是小孩身体上的改变 社交又有些改变 近期听到很多新闻 小孩因为疫情停火得多 社交都会有些倒退 有时都会听到 游乐场里面 有些家长都会说这一句 哎 那么多人 我们都是走了 不要玩了 小孩 小孩就会哭 我想玩了 为什么不让我在那里 或者甚至有些家长 好像这个爸爸 可能会看到 为什么他不下去玩呢 为什么不玩呢 他有什么担心呢 社交的互动都因为疫情 而有些改变了 情绪上 应该是最多家长和我们分享 小孩有些事情是改变了的 有些小孩一放出去玩之后 就好像要挑战自己身体极限 经常玩一些挑战性很高的东西 经常都会很平均 小孩都很想表达自己 可能太久没有出街 有的感受 还有 会不会接见这些呢 难得到街上 东西又被人发绝了 有这么多人 什么时候玩完了 好像有很多人 可能在申请上 都会因为这些改变的 就像我儿子 有空出街 他就会不想走 有空出街 有空出街 躺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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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表示自己不想离开那个位置 我相信疫情真的会带给小孩 在身体上 社交上 和情绪上 作出了一些改变 我们作为父母 其实了解了改变之后 其实我们了不了解他这个行为背后 其实在说一些什么情绪 让我们知道 或者这些反应是 在说他一些什么心态 现在这个时候 就想和父母一起做一些互动 我们 现在就有一个提 就像我现在这一幅图 刚才也说过 很热 不想戴口罩 其实小孩正在表达 一样什么情绪 我现在有个问卷的调查 大家按一下 在这些时候 好 看看行不行 哦 不行 不要紧 有ABC 大家可以打 打一下 可以有 很多人回覆 断灯 可以破一下聊天室 通常选什么 ABC 有些说A 有些说A 不停A 很多A 不如在座 在场 有些说 鱼姐姐 你觉得有什么情绪的反应 我觉得很生气 很生气 很生气 因为我都不想戴 为什么妈妈一定要逼我戴 可能有些不开心 或者愤怒 因为每个人 为什么突然玩都要戴 对不对 嗯 都是的 很多家长会选A 真的反应 就是上学又戴 行街又戴 玩又要戴 都是的 刚才有个家长很好的 那衣服可能会有 就是紧张 又想不戴 但又想戴 那又怕感染 可能也会有 对 戴又好像怕会感染 戴又会感染 戴又会感染 对 对 所以是对的 你们可以根据小朋友的情况 去线述他们的反应 我觉得 好了 试试第二题好吗 我的猫子 他要不出现 行了 刚才见过他的 即是架终了 接着玩多久 你觉得那些小朋友 又是什么 表达什么给你听的呢 大家又可以在聊天室 开始打 对不对 那时候有伤心 害怕 但是无奈 咦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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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样子 对 对 对 那个样子 对 如果他们看到那个样子 都应该可能 待会参加我们学面的 分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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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害怕 也有些人选 有些害怕 也有些人选 可能怕 现在没得玩 可能等很久都玩不好了 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去玩 好 给多一题 这个 应该容易一点 就是 你这些小朋友 应该经常的 如果经常在疫情之下 尤其是 有些机会到街上 经常都好像 拔极都拔不走的人 其实想表达什么 很聪明 大家已经立刻 就这样打出答案 这个因为太疑 通常都是因为 依依不舍 因为人觉得有担心 有愤怒 我也有说 哎 我不想走 愤怒我也有见过 看到有个小孩 一去到 差不多都知道 大人拿起了袋 然后他就在那里 推走所有东西 我看到有小孩 然后就拔走自己的鞋 就是不要 是啊 但他们就继续回来 嗯 嗯 是啊 而且我说得很好 就是 我们后面就开始说 留意多些 就真的掌握到小孩 真正的情绪和想法 有些家长都会担心 我都听过有些小孩说 就是说 很害怕下次不能再来了 所以他们都会 除了不舍之外 还有一个担心 好了 最后一题 这些外母出街 然后 一出街 就玩得很瘋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玩得很瘋 甚至玩一些很挑战自己的 是什么 哇 很快跑出来 是兴奋 主要都是兴奋为主 是吗 紧张就少一点 担心也少一点 是吗 没错 我们最近都觉得 小朋友 我们去看一些学校玩游戏 都发现小朋友 都喜欢玩一些很刺激 很喜欢冒险的东西 可能疫情太久的缘故 他们都很想挑战自己 想创造很兴奋的过程 有些家长很好 整个句子 既是B 又是A 就是 很紧张 又想 又兵奋 很好 因为这些小事由 都让大家 去感受一下 其实小朋友 每一次他去玩 或者他去表达自己的时候 其实是告诉我们 是什么的信息 今天我们特意 希望大家 我想 谢谢Mouse 那边可以 我们又要去考虑 因为他不是他 他有 好 麻烦你帮我按 好 行了 刚才我们面对这些新的常态 有些新的改变 我们难分今天一个这么新的组合 我们又想教大家一些 心法和方法 是很难的 两个句子 那是什么心法 那是什么心法 先弄出心法 立刻 因为我们说 小朋友有些情绪反应 我们一定 首先要有原则 在我们内心里面 有个原则 然后才增值有方法 有什么原则 我们今天的原则 给大家三个心 心心心 有什么心 就是内心 流心 和同理心 之后我们都会一直用这三大原则 又会有两个方法 今天有两个方法 有什么方法 有五感体验法 和情感红色灯 希望接下来 所有的例子 和我们说的东西 都可以配合这三个心的原则 和两个方法 好了 我们开始了 介绍一下 为何我们先用三个心 对 心的原则 对 很有趣 是内心 不是内心等候的内心 是真的你的内心 是吧 因为我们说 每次我们要处理小朋友的情绪 我们不要惯着处理小朋友的情绪 我们应该首先处理自己的情绪 就是家长你自己 就是要先调整自己 然后才处理小朋友 会比起任何事更加好的 所以首先一定要关顾自己的内心 好了 接着呢 关顾到自己的内心 都知道 大约的情况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留心了 因为留心也是一个行动 就是留心什么呢 留心小朋友的游戏的需要 甚至是普通的一个情绪的需要 我们要开始留心了 最特别的地方 当你了解到小朋友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适切的态度来面对 是不是很难 适切的态度 对啊 更是很恐怖的 对啊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及 适切的态度 因为我们发现 当大人留意到小朋友的需要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 太夸大的态度 可能是用了一些恐怕 或是很危险的 但是呢 有时候有些家长很平胆 就是说不要什么 不要紧要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觉得 应该拿个忠慾之道 就是适切 那怎样是适切呢 一会儿技巧就会说一下 好 好了 最后一个心 同理心 说到感受这件事 或者情绪这件事 同理心也是少不妙的 因为呢 要同理心就是代表你 能够接纳那个人的感受 你你未必完全认同 但是你可以折答它 还是用正面方式去 infinity 好了 提了心的原则 大家记住了 不如考考考考考考不dag 在哪里收心 不用答 你一定答 不過现在去漏的画面 你们有限 explicar 立刻不准备看 有限我想 爱心,很厉害,爱心,爱心 爱心,爱心 爱心不是,爱心是有点不够的 这些都要留在爱心里 回头要留这三个原则 没错,大家记住这三个心 有这个原则,那就有方法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有趣 叫做五感体验法 其实我们会用到五感 接着就是去收集小朋友给我们一些信息 去分析一下它其实是什么状态 然后就带出怎样去回应它 我也简约说一下五感体验法是怎样做 说到五感,第一感就是要用鼻 因为我们的原则第一个是内心 所以通常我都说要加上要调整一下自己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感觉深 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环境 带给小朋友一些什么反应和感受 我和船仔爸爸都经常说 观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用冷静 去看小朋友的一些表情 甚至去留意一下环境 去了解一下它在接收什么 它又在告诉我们什么 接着就到我们儿子了 耳朵通常你们要听小朋友的什么 如果小朋友玩的时候 对吧,先让小朋友看看 如果听小朋友 刚才你讲我的例子 就是玩到尾声的时候 他就会在这里说 我自己不累的 所以不用走着了 对了,好像我不累的 但你已经看到他已经整个小时了 我已经累了 我猜到就是代表他可能不会整个走 没错 除了大家刚才说的这个 也挺像隐藏的信息 小朋友可能会描述一下自己的状态 但他又不会真的说不想走的说话 所以我们用耳朵就要听多些了 其次也要听一下身边环境 因为可能我试过去一个环境 大家小朋友都很兴奋尖叫的气氛 所以所有小朋友都会变得很兴奋 所以这些可以透过耳朵收集方法 好,当你收集到小朋友的信息之后 最重要的有两样东西 就是口和手 口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真的不要批判小朋友 多些是用正面的对子去回应的 而手要耐性的跟随 或者有时候真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会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案给他 你看到五感体验法其实有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收一些信息 自己分析一下小朋友告诉我什么 然后我们就去回应他 好了,好像说了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不如我们试个例子,好吗? 好了,演讲一下 最近我经常听到家长终于可以出街了 但一出街就经常有这个担忧 小朋友就喜欢到外面就回应摸 碰,很容易咪摸 不如让一段视频看看吧 我儿子就很喜欢这样做 到一个湖岗的地方 开始摸 你见到他又摸着一下 打一下 碰完一个又有另一个 又摸一下 又回想起隔壁那个 他起步了 然后双脚也跪下去 你见到小朋友出道街又喜欢面膜又碰 说五感体验之前 收到小朋友的讯息之前 我想知道 令家长也会想起自己的同手性 因为你要调节自己 内心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四为母 要知道自己怎么想 大家现在先想一下 有选择 有没有選拙 有好像有 有3个选择 很濃 等他回头 有选择 你会有什么感受 好,先问自己 如果刚才看到那个画面 怎样摸,不停摸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想想 我必须担心 无奈 你问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有点无奈 因为很像你提起 可能都是 都会继续摸 我早期就是 紧张多些 因为很怕摸一年之后 它又摸眼 又摸鼻 后段就像你那样 开始无奈 因为它怎样都会摸 你们有没有不同 其实好像有些是控制不了 很想摸,一摸下去就会继续摸 对,一摸了一个 就会有第二个,三、四个 好了,我们其实明白自己的感受 很重要 家长也是写ABC 三样都有些 或者有些是无奈 无奈是最多 因为可能没有办法控制 他又想摸 怎麽办呢 我们试试用五感体验法 其实小朋友摸东西 这一样行为 他想告诉我们 先听什麽 我们刚才也试试 明白一下自己 可能要处理小朋友 就是知道自己 都是要摸 我们明白到小朋友 太久没有出街 其实有时都很想触碰身边的人 因为 混在家里太久 有时出到他 突然觉得东西很新奇 很好奇 所以也想摸摸摸摸摸摸 眼睛 剛才你又看那段影片 大家看到 说 耳朵 你們聽不聽到什麼? 剛才我通常聽到那些小朋友 周圍還有很多小朋友在說話 可能小朋友都會感受到 這裡是玩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其他聲音 因為聲音是帶給小朋友一個氣氛的 玩的意欲會帶來 所以我們可能也要收集這些信息 拿到這些信息就知道 小朋友其實真的很想試 很想觸碰、很想探索 作為爸爸媽媽 有小貼士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在出發之前 已經有預計他還是會摸贏 可能在調節自己的方面 就會容易做到 有時候我們以前也有 尤其的同事們 都有做一些幫師朋友遇上 或者我們一起去預計某些事 然後再面對後面的程序 就會比較容易負責 是的 我自己也會和我兒子 都很喜歡在出發前說明 明天會去哪裡? 會看到什麼? 可能不單止是給他有個預算 是我自己也有個預算 令自己也容易調節到自己 好,收集了一些訊息 如何回應一個很喜歡觸碰 的人呢? 我們試試用頭 既然大家都無奈 都知道要觸碰 可能就會說一下 你很想觸碰這盞燈 我想摸它 摸完之後 就會跟媽媽洗手 我覺得是給小朋友提醒 知道做完這件事之後 就要做下一個動作 現在就是要洗手 或者不可能也想得 可能我們要先插手 才可以在那個病毒玩 嗯,這樣也好 其實在新鮮的程序下 和媽媽說的 其實是無奈 其實知道 小朋友是好奇想去玩 但是如果又不讓他玩 你也控制不了 甚至有些年媽媽都會擔心 這樣就沒有了發展的機會 是的 但是在新鮮的程序下 就是多一件事真的要做 就是玩完 就要自己洗手 或者有些家長 甚至是自己洗乾淨的手 才去玩 是的,可以調整也可以 洗乾淨再去玩 玩完又再洗 但是如果真的 有一次我未必 一件事洗得切手 那怎麽可能沒有其他 可以舒緩的方法 你們有沒有見過 那些爸爸媽媽 如果小朋友真的很想碰 但他又不是很想的時候 有什麽事 有什麽好方法 沒理由叫爸爸媽媽媽 我代你碰 我代你碰 那麽不是很好的 我買個玩具 不要手碰 我拿個玩具車去碰一下 燈 挺好的 魚魚姐姐說的 其實我們手 剛才不是說到 我們可以做一些替代的方案 近來我都好像聽到魚魚姐姐 這個方式 有一個爸爸是個朋友 他說他不想他兒子碰 周圍碰 所以就買了這隻 又送迷你手指給他 是 那他就可以外替他的手 周圍碰都可以 最多他都是抹那個迷你手指 那小朋友又玩得開心之餘 又可以碰到他自己喜歡 是不是都是按這個 不知道 可能買回來是這樣 不過他是配合小朋友 喜歡玩電話 探索的 挺好的 似乎他應該是觀察到 小朋友喜歡玩的方法 但是在新日常之下 因為要保持衛生 找一個合適的體驗 沒錯 所以剛才魚姐姐說的 帶一些小玩具 快來電話都可以的 好了 講完五錦體驗法之後 剛才還有另一個方法 今天有兩個方法 另一個就叫做情感同學燈 因為我們提到感受這件事 情感同學燈可以幫到我們 因為情感同學燈 講了小朋友的感受之後 我們才去講客戈的事實 然後最後才給予一個選擇 或者考慮的空間 好了 那不如讓大家一起試試吧 好 好了 舉個例子 那天同兒子又出去玩 剛剛這張照片 是遊樂場開的第二天 嘩 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很濕 他就很酷唱 一邊站在角落頭櫃 又想過去 又不想過去 又有時候叫我 叫我看看 其實他內心裏面 他又想玩 又想跟前一班人玩 但又好像又不知怎樣參與 又不知走過去 會不會好 因為可能疫情太久了 也很少跟小朋友一起玩 好了 如果我們要講出感受 首先 我們要先明白那個人的感受 嗯 是的 考慮大家 其實怎樣可以明白那個人的感受 是否要用之前一些方法 沒錯 我們今天講的方法是有連繫的 所以 我們首先要明白小朋友的感受 我們要先拿回我們的五感 眼、鼻、耳 我們先拿出來 感受一下其實小朋友有什麼感受 在裡面的 現在你朋友想去觀察 觀察應該最容易 耳朵應該比較難 因為我們沒有片 可能要猜一下 當那麼多人的時候 他會聽到什麼 當然鼻子也會調色一下 這個環境帶給這個小朋友 有什麼感受呢 好嗎 我們現在呢 大家有一起觀察 我們賽座的 我們一起去看看 好 先問一下觀察 不如問一下 小姐爸爸 你看到什麼 如果我試一下 如果是小朋友角度 對 沒錯 我試一下 我看到前面就是一群人 很多 是的 但是我又 看到我想玩的那個環境 啊 這個就是 我好像留意到他的手指 都有點緊張 緊張手指 對 緊張手指 對 因為日後就沒有了解手指 所以沒有了解 但是我的手指應該是在表達一些 有些分緊 是的 好 孔姐姐 不如我們猜一下 如果有那麼多人 你猜一下 那麼多人 在前面會聽到什麼 通常 聽到一些 可能他不明白的東西 但是很多小朋友在討論 但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是的 通常是聽不到 很詳細 二來就是聽到很多人 一起在說話 然後 完全又不知道 在說什麼 的一些方法 好 我們來 鼻子 就叫我們挑戰一下自己 因為當小朋友 想玩又不想玩 那其實是 什麼事呢 其實小朋友 真的會有些感受出現 會有些 緊張 就是剛才你們說 有些人說 有這麼多人 做什麼呢 在那條縫上裝 又有些擔心 玩不玩好 還有或者有些 不知所措 就像剛才 紅紅姐姐說 聽到一些我好像 不是很明白 又好像很明白 那些東西 又會有些不知所措 那我們就拿到小朋友的感受 那我們就可以 要情感紅燈試 好了 好 好 情感紅燈先拿回紅燈 我們剛才拿了一些感受 所以我們就可以嘗試說出來 譬如說 媽媽都知道 好一排好一起出去玩 所以 一見到這麼多人 你都會有點擔心和緊張 你開始說這些感受字 小朋友應該眼睛會叮 覺得 有人終於明白我了 那些緊張手指應該會鬆一鬆 對 鬆一鬆 如果你發現緊張手指沒有鬆一鬆 就是可能 未真的掌握到那個感受 好了 如果真的說到之後 我們可以說一些事實出來 事實就是 我和媽媽都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苦慮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好了 最後我們就可以給一個選擇 小朋友 你可以繼續站在這裏 顧及聽聽別人說什麼 好像剛才紅燈姐姐說 都未聽清楚是什麼事 當然是難一點參與 可以站在這裏再聽一會 你可以再考慮自己 是否參與 這個就是給小朋友這個選擇 和考慮的空間 我覺得 講情感和紅燈 我們要有一個小貼士給大家 就是 明白感受 有時候不是一下就行 剛才我都說了 我特意給一個省略控 因為 有些小朋友可能是擔心緊張 但有些小朋友可能沒有其他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要再試幾次 家長不要太心急 不要操之過急 尤其是疫情之後 這些又停過 又來的疫情 又不能出去玩這些時間 小朋友可能對於社交 記得我們一開始講社交的方法 可能我們都需要一些空間 慢慢去調節一下自己 拿回自己真正的感受 所以我們做家長 我們都要再試幾次 才能明白小朋友真正的感受 嗯 好 在新日程之下 這次的確是要多嘗試 一些新的方法和技巧 其實來到這裡 爸爸媽媽應該會看到 我們常常已經在用 大家要先調節自己的內心 然後留心小朋友 用眼耳鼻 和聽各種的方法 去給小朋友給了些什麼資訊 甚至用說話上面的情感和紅燈 去幫小朋友 面對在新日程之下 出去玩這些挑戰 同樣不知道這些方法 我們今天都會用得到 在你的這個部分 就是如果小朋友出現一些 特化需要去檢測的時候 去做 這個檢測就是這次 和遊戲有些有趣的分別 就是遊戲有時候 可能你不會被他跳進去 跟小朋友 但是檢測很多時候 就是你和你的小朋友 同時都會需要去做檢測的時候 雙方的情緒的調節 就會去到另一個有趣的方法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就請我們精役技術師的導師 胡云姐姐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好 麻煩剛才Foro媽媽分享了一些 心法和方法 剛剛也分享了一些 日常遊戲 去到遊樂場 會看到什麼狀況 怎樣可以處理到小朋友的情緒 其實呢 剛剛補個心法和方法 其實都可以放進去一些 突發發生的事情 例如就是檢測 或者是隔壁 或者入醫院的時候 都可以幫助了解小朋友的情緒 和怎樣處理他們的情緒 好了 我現在就先講一下檢測 不知道大家一聽到檢測 會想起什麼 想起車子 想起車子 真的有 對,車子出現了 車子出現了 隔壁 隔壁都看到一些帳篷 想起什麼 其實大人和小朋友 也有機會想起 例如很危險 危險是什麼 可能會不會就是 很多病毒 很多細菌 或者很糟 一些迷思 一些聯想 或者 很神秘 究竟那些帳幕 圍住了 是做什麼 還有什麼 就是 很突然 因為說檢測 通常都是很突然 就叫你 你要去做 或者兩天之內 你要去做這個檢測 還有就是 是否要等很久 因為經常都看到一些新聞 都排出 網問 工人姐姐 就說 排了5、6個小時 都未到 就會有這些聯想 除了這件事之外 家長另外還有什麼聯想呢 就是 除了新冠病毒之外 其實 因為政府都會保持更新不同的政策 其中一個 最近就是 原來學校 有上呼吸度感染的個案 其實他們都需要去做檢測 這個就是 小朋友和學校的老師 職員就要做 做的時候 家長會有什麼聯想呢 就是 很麻煩 因為要幫小朋友做這個檢測 或者 停課 怎麼辦 可能家長自己都要有工作 要工作再生 又要再安排小朋友 誰照顧 或者要請假 都好像很麻煩 這樣 好了 但是 檢測也是要做的 做的時候 怎麼可以回應到小朋友的需要呢 我們剛才 哥哥媽媽就說了一個 新的原則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原則呢 內心 那就先說一下 大家處理一下自己的感受 家長 我們又可以問一下 這裡是ABC3個 那家長究竟會有什麼感受呢 都可以打出來 在這個chat box 我們一起看看 這個我有經驗 ABC3個 這個有經驗 純粹說是ABC3個 但是已經有人衝出來 C3個 有D 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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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個 因為我家裡出了通告 已經有人被檢測了 所以就要去做這些調查 那些事 生命感受也有 嗯 其實都很普遍的 對 經常都會發生的 因為都很突然 很突然 所以為什麼大人都要先處理自己的情緒 可能處理自己 先冷靜一下 辛苦他一下 這樣了解一下發生什麼事 以及將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是留心 留心就是我們都可以留心一下 小朋友一聽到檢測這個字 或者其實他快要面對檢測這個過程 去經歷了些什麼 例如 這裡有幾樣 就是說檢測的樣本是怎樣收集 這裡說其實現在有很多 好像流測的方法 對 可能大家都聽過有什麼 比方式子 面頭式子 然後又要流口水 或者有些小小小孩就會流大便 有很多種的 但是可能不同的單位 會要求檢測的樣本收集方式都不一樣 這一個 家長都可以拿多一點資料去想想 究竟那個要收集什麼 還有在哪裡做檢測 可能有些學校會太小小 如果突發強制檢測 可能就要到樓下的帳幕流動檢測站 那裡要做 還有我們都要看小朋友的年齡 究竟他明了多少 他對這個檢測的了解是什麼 因為其實他的認知的程度 都很影響到他的情緒 還有剛才你覺得 這個流心 我們一直都會投資 流心一些事實的資訊是怎樣 所以剛才你問 那些檢測的方式和收集的地點都有不同 如果我們知道清楚 才開始去進行這個評估 究竟小朋友面對同一個事實 他是不是好像我們這樣說 是的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用同理心 了解有多少小朋友 對於檢測這件事 究竟他會有什麼感受 以及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他理解到什麼 以下下來 可能會說 這個小朋友 可能會有什麼情緒反應 擔心和害怕 都很大怒 例如擔心 會不會小朋友 做檢測 是否等於他自己都感染了這個病 或者他很害怕 我很害怕 就是因為檢測 怎麼做的 是否很痛 做什麼 他不知道 對 興奮就是有些小朋友 因為其實小朋友的想法 都跟大人很不同 有些小朋友可能經常見到電視那裡 有很多帳幕 其實這帳幕和嘉年華都有點相似 會不會就是 聽了這麼久的檢測 其實他終於到我去一探究竟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還有一些神秘 所以小朋友可能有些經驗 對 他好奇 所以終於到我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有些小朋友真的會這樣想 我想家長也要了解 小朋友的情緒反應是怎樣 有些行李家長也會覺得 做檢測你這麼開心做什麼 這個態度也是很親切 所以我們早些幫爸爸媽媽做一些準備 的確是有小機會 是會這樣想的 所以也不要太出奇 甚至像剛才胡子姐這樣說 你就會覺得 你什麼構造 為什麼會這麼興奮 但其實真的是每個人的感受 嗯 是的 去做檢測的時候 剛才就用了一些觀察 嗯 這裡就是講一些觀察 就是調節一下自己 深呼吸一下 因為太突然 大人也會很突然 所以小朋友都會緊張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其實是說家長如果很緊張的話 其實是會傳染給小朋友的 小朋友會覺得 為什麼你這麼緊張 但是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會發生什麼事 就會開始害怕 對 去到眼睛 就觀察一下小朋友 可能他知道做檢測他不想的 可能會迴避你的視線 避開你 想著聽到你說 聽不到 然後耳朵就要留心 可能大人在討論的情況 就是 可能自己也會聽到大人 快點做 下去吧 不下去就排好內隊 或者他們在討論我不知道的屬於 我不懂 就會令到小朋友更加緊張和不安 所以其實在檢測之前 家長可以預計一下小朋友的反應 先挑戰自己 然後再想一下 如何回應小朋友 我想怎樣預計小朋友的反應 其實我想可以用一個例子 就是 原來小朋友對於害怕這件事 可能之前去診所看醫生 他都會有的 或者他打預防針的時候 都試過有類似的情況 都預計了小朋友是走哪個路線的 都可以了解完之後 然後再想一下自己 想一下怎樣回應 就是回想一下小朋友之前 一些相似的經驗 的反應 用來做一個對比的參考 對 好了 做什麼好呢 口說什麼呢 回應小朋友就是 其實都明白我小朋友 你不想做這個檢測 是很正常的 可能我媽媽都不想做 但是因為 因為要求了 有需要 都要做的 我會一直陪著你 可以一起試一下 對 還有有時候 小朋友會有疑問 啊 就是做什麼 檢測 所以家長可以嘗試對他們 講解一下 即將面對的檢測是做什麼 我們有些小秘訣 怎麼說呢 其實小秘訣就是 會用比喻 會用故事 和簡化的句子 一會兒我們有例子示範 說明的重點就是 其實都會說回 他會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聞到什麼 摸到什麼 或者美國就少一些 檢測那裡 會領到什麼 是少一些 我想是重視小朋友的 五感的感受 而且都會留意小朋友 覺得最困難 或者最抗拒的位置是什麼 這樣 坊間其實也有些資訊 可以給公眾參考 這個可能是官方出了一些資訊 家長可以了解一下 究竟 這個測試是做什麼 我拿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避看和咽喉合併式子的樣本 即那個例子做參考 家長可以看一看 究竟整個測試是怎麼做 然後再消化一下 究竟怎麼跟小朋友說 這個測試做什麼 接下來就是 剛剛提及的咽喉式子 和避看式子 其實我們醫院尤其師 都弄了一條短片 之前就會給一些在醫院的小朋友 需要做測試的小朋友看 這條片是一個參考 因為可能每間醫院 或者每一個中心的程序 都會有一點不一樣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我們中間用了 剛才說的小秘訣 即是說比喻 簡單句子 故事 怎樣可以說這件事 可以看一下 大家留意著 亦都自己調節聲量 因為播出來 可能變成大小聲 會遲遲不遲 是的 小朋友你們好 我是醫院遊戲師 平時會在醫院陪小朋友玩 以及陪你們做檢查 最近你們可能會留意到 電視又或者身邊的人口中 知道有很多人擔心自己 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去接受病毒測試 如果真的患上新冠肺炎 就要盡快入醫院接受治療 這個測試就可以幫助醫生 知道你身體內 有沒有新型冠狀病毒 今天我會在這裏 和姑娘一起介紹 新型冠狀病毒測試 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在進行這個測試之前 你都可以帶上你的小玩具 跟你一起進行測試 測試要開始了 首先會去到附近病房 姑娘會換上防護裝備 去幫你採集 煙頭色指和鼻腔色指 即是會抽取鼻腔和喉嚨中的內壁細胞 我們會穿上保護衣 戴上保護帽 護罩 口罩和手套 去幫你進行測試 首先會採鼻腔色指 我們會請小朋友躺下 或者坐在這裏進行測試 我們會在床邊陪著和陪著你們的 是啊,在採鼻腔色指的時候 姑娘會用這支給平時看到 長一點和幼一點的棉花棒 放入你鼻腔的深處位置 再轉動兩至三下 放入鼻腔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鼻有點癢 好像平時喝汽水果汁 不小心燭傷的感覺 會有一點點不舒服的 還可能會流眼淚 接著姑娘會數三聲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你忍耐一下 躺定定有力的合作 姑娘就可以這麼快完成 坐在鼻腔色指的了 我們現在示範一次 在過程中 如果你最害怕或者緊張的話 除了捉緊拳頭 或者捉緊自己的衣服 好 我們先看到這裡 因為後面就說煙喉色指 其實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大家看完影片 其實我們都在想 剛才說的小秘訣 有什麼小秘訣呢 我們中間用了什麼呢 可以看一下 我們比喻可能用了一些 就是小朋友覺得難受的位置 我們會用一些比喻去應用它 可能小朋友最害怕就是鼻鼻那一下 不舒服的位置 就是我們會形容 好像平時有時候喝汽水 或者喝果汁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小心 可能說話 但是一路有喝 然後就會逐槍 然後會咳嗽 就是那個感覺 我想是形象化一點 告訴小朋友 其實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就是用護士的方式 剛才用了影片 就會用了小朋友 就是那個音樂 形象化告訴他 首先會做什麼 然後會請你躺下 然後護士會幫你做什麼 就有先後次序 有步驟去幫他做這件事 是的 還有簡化些句子 就是我想最精巧的部分 就是最後 怎麼可以快點完成 就是 原來你忍耐一下 躺在那裡 不動 你合作的話 護士就可以快點去完成 可能把小朋友說 快點做完 快點 不動 我就快點做完 我想這個位置 家長也可以留心 就是小朋友會覺得抗拒難受 那個位置 因為剛才我們的影片 都說得很清楚 究竟整個程序怎麼做 我想家長也可以篩選內容 究竟小朋友可以聽到什麼程度 是的 好了 剛才觀察完 還有可以做什麼 其實檢測的時候 小朋友害怕很正常 也可以用一些行動 輕輕抱抱小朋友 鼓勵一下他 還有要留意小朋友的感受 就是這樣 還有中間 其實剛才的影片停止那個位置 還有什麼 當小朋友覺得很抗拒 或者覺得那個位置有點卡住 我過不了那關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供一些方法 去嘗試令到小朋友 好瘦一點 或者他沒有那麼害怕 事前可以教他一些呼吸方法 這個圖之後都會給大家 是的 有些形象化的方式 教孩子做一些深呼吸 這個都是有入氣方式 在裡面 還有聲音導航 所以 可以拿著照片 雖然希望不用照片 拿著照片 買個電話 應該可以在等的時候 對 還有我覺得大人小朋友都可以試一下 對 對 對 還有就是 家人的盆管 還有帶自己身外的公仔 可能小時候 一手可以拿到的 他可以拿著自己 做檢測的時候 自己可以陪著他 嗯 除了檢測之外 然後我就會給魚魚姐姐說一下 還有什麼 如果要隔離 怎樣才好啊 這樣 那些事情可以教給他 好啊 嗯 其實在身上 態底下 除了檢測之外 另外一個經常聽的詞語 就是隔離 隔離中心 對於這些經常聽到的字句 其實家長都可能有少少自己的聯想 就是 是不是他隔離的 去營運 很興奮 還是很軟的 同樣地 其實這些情緒 都會傳染給小朋友 有常見都是 會緊張 會擔心 同樣說 去營運 小朋友都很興奮 或者小朋友都會有些生氣的情緒 背後都帶著一些訊息 其實都希望家長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緊張擔心 都很常見 就是 會不會這樣去了隔離中心 我見不到自己的朋友 爸爸媽媽 見不到他們 或者說去哪裡 要做些什麼 是不是來運我 在那裡 連帶著就是 放假 不用上學 很棒 興奮 還有生氣 也會 始終大家都會想到 被人運 對 又不能外出 又不知道做什麼 讓我出去 很多情緒在裡面 但也要特別提醒 一開始我們心法的原則 就是 即使面對一些 對於其來的轉變 其實家長也好 或者師父也好 也好 真的要教我留心他們的情緒 有些小朋友 我都見過 表現沒有什麼 過的樣子 就是 嘻嘻嘻看著你 或者 可能很緊張也好 他們 很平靜 但原來 情緒不斷翻廣 剛才說到 一時三 說不出 正正我們拿回這三個心的原則 就是 內心 流心 同理心 真的需要爸爸媽媽 去留意多些 其實小朋友背後 會有些情緒 真的要去隔離中心 假設小朋友 真的大哭大喇 告訴你 我不想去 那還是怎麼辦呢 這次我們就嘗試用 用這個情緒和律燈的方法 首先 停一停 我們去想回小朋友的感受 接著說一些事實出來 最後 給予一些空間 和選擇給小朋友 那怎樣做呢 剛才又繼續出現這個收集情報 我不要 收集情報 小朋友其實真的在大哭大罵 可能爸爸媽媽在撿東西 要他隔離了 但他在哭 其實他在說些什麼 給我們聽 很明顯就是 會不會是很捨得 或者他會說話 怎麼辦 去哪裡 爸爸媽媽 當然很多都是不知所措 不開心的 我們嘗試 剛才說過 花王話就說 幫小朋友說出來 讓他知道 其實爸爸媽媽 是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們嘗試可以說一下 其實媽媽都知道 突然之間 我們要去隔離中心 要離開自己家一會 真的不開心 也有很多人不捨得在裡面 說回情緒出來之後 讓小朋友知道 原來媽媽知道我隔離中 他又會願意去聽多些你說的 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 我們要描述事實 黃色的部分 但是事實 是為之什麼事實 還有什麼呢 那麼多事實 那麼多事實 對 說什麼 我們提醒家長 其實有幾件事 小朋友 或者可能自己 都特別要留意一下 譬如隔離中心 剛才說過 很遠的 那是不是呢 其實有一些官方的資訊 其實放在衛生署的網上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最新的安排 譬如說可能就是 其實柴灣這個度假村 會不會以前小朋友 可能有一些相關的體驗 會去過呢 或者可能荃灣 觀塘這些地方 會不會是有親戚 會不會是婆婆住的附近 可以讓他知道大概位置在哪裏 或者會不會是 那些酒店 有時候也有網捷 讓他知道房間的樣子 是 都可以預先讓他知道 大概睡什麼床鋪 可能有一個廳 可以讓他活動 另外就是 長 即是時間長度都很重要 都知道 可能因為個案的不同 或者是政策不同 有時候隔離的時間 都有所不同 那自己要隔離多久 都是很緊急的 最後也是 預計會發生什麼事 給一些形象一點的事 給小朋友知道 我們都知道 因為近來 之前有段時間 有很多個案 大家都會將自己的經驗 放上去不同 整個平台去分享 有時候我們要特別留意 因為 就像魚姐姐這樣 我真的什麼都問 很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像柏文這樣 那樣柏文 令到我會安心一點 那樣子會幫助 那有可能在座 同事都知道 可能其實房間媽媽 就覺得 哎呀知道得多 然後我們 多支小量就可以了 對 大約知道自己要帶什麼 就可以了 對 那都是因應 最重要的是 因應家長自己的需要 也是 調節到自己 足夠的資訊 已經足夠了 對 要篩算好 沒錯 知道客觀事實 最後 為何要做這麼多事 就是 最後都是幫我們 給小朋友 和自己 怎樣可以解決這一刻 回應到小朋友的壞掉 知道了之後 其實都沒有辦法 媽媽真的要帶你去 醫療中心那裏 不過 我們可以帶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不論是玩具 他喜歡的皮膚 知道這些皮膚 一定的蠟燭會把皮膚睡得著 那就帶了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實隔壁的時間 有時 是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至三個星期不等 那這段時間 會不會都是 爸爸媽媽 可以多些 跟小朋友去相處的時間 享受一些親子的活動 還有提到 我們初中說 不要誇大 不要嚇壞他 我也聽過有些家長 都分享回 有時真的衝口而出 說了 你再不去 我就放你在這裏 放你在家 媽媽就去隔壁中心 或者倒一轉 你再不聽話 誰誰拉你去 這些其實都會影響到 小朋友的狀態 我們就不建議這樣 誇大或者脅迫的態度去處理 這個都是之前 就是淵淵器師 我們準備了一個 都是例子 其實我真的不小心 不要錯 我們真的需要去到隔壁中心 都明白 因為時間是一個對家長 或者小朋友 都是很緊要的一個 認知 有感知的感覺 所以製作時間廟是有助 大人小朋友 都控制自己的 很簡單 如果真的 握得一張紙 帶了一支筆去的 不妨把它分開 上午和下午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參與 或者討論 例如可能 早上會不會一起做一下監獄 下午我們可以一起看電視 一起玩一下 都會有助大家 控制一下時間 我們有一點點建議 譬如 其實都真的 全日不動 又很辛苦 會不會做一些運動 做一下妻子 開心化又可以 甚至乎真的 帶了畫筆 其實小朋友 有畫筆 有字 其實他都可以創作到一些活動 我知道之前 即是好玩幫幫的團隊 都準備了很多 在家裡可以玩的點子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 是可以帶他 給他到隔壁裡 都可以用得到的呢 平時都可以 是的 因為我們都不是為了 只是在這個 新嘗牌才出這個計劃 其實之前都一直有上路 其實家裡都可以和你玩 所以家長 其實今天完成了一個講座 你會收到相關的筆記 會有這個二維碼 給你去玩玩 其實你也可以在我們的機構網頁 YouTube那裏 可以找到 我們有很多用家裡的物品 和家裡的場景 去變化整個不同的遊戲 這些例子 在我們機構的網頁裏面 是能夠被下載的 而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就是爸爸媽媽都會關心的 就是不同的小朋友 你都可以一刀切多久 是否同樣玩得到 於是在我們分享的內容裏面 包括所有7歲以下的小朋友 喜愛的遊戲類型 究竟你可以在你裡面 可以用家裡的物品 問他可以玩些什麼 7歲以下的小朋友 開始比較喜愛 要有互動的形式 或者一些自己挑戰截止的方式 簡單得來你又做得到 我們都會有個內容去分享 而爸爸媽媽所關心的 除了遊戲類型 其實剛才余智也有分享 你會可能預備一些文字 而今天我們說了也很想有些預備 除了情緒的預備 除了情緒的預備 的確這些物資都可以有預備 不過我再提到這些物資 其實不需要為了特別去做隔離才是預備的 其實你今天都可以預備 今晚晚日 例如一些紙 一些文儀用品 你會看到無論是打空機 釘書機 有家長跟我分享過 因為釘書機 小朋友不可以玩很久 會不斷在那裡打釘 或者一個器頭 很簡單 你見到是玩一些很簡單的 一些家裡的用品 你都可以玩 不是為了要進去隔離村的時候 沒有東西玩 才拿一些外賣交換 或者木筷子去玩 還有雪櫃 好像隔離中心 那才穿雪的 其實不需要 你今天都可以一起玩 玩熟了 其實你去到隔離中心 你的生活 其實跟平時的生活 可能沒有相差太遠 差太遠 一些布質的 剛才黃鴻姐也有分享過 她喜愛的公仔 你們穿開的三副行物 進去都可以玩 所以這裏都是一些建議的物品 你也許可以平時玩 小朋友要在突發情況下 要去撿 要跟你去預備 都應該有問題 這件事 我們很希望幫大家 去做一些準備 一些範圍資訊 如果鴻姐姐 在這個準備裏面 萬一要入院 或者是一個場景去轉 我們今天分享 一些情緒的準備 或者自己內心的準備 還有沒有可以給家長一些提醒 沒錯 另外一個 今天還有一個場景 都是小朋友都會遇到的 就是真的病了 所以入院接受治療的時候 首先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了解一下小朋友的年紀 或者她自己的經歷 對於心病這件事 其實她有很多迷思 很多想法在背後 譬如做錯事 那天我沒有聽媽媽說 自己摊得意 跑去爬個猴子架 跌下來 我就覺得病了 是懲罰 有些小朋友會想 病了會不會進了醫院 是很恐怖的 真的回不出來 沒有死的 對 甚至乎有很多現在 關於病毒的想法 其實有些小朋友 其實自己真的知道 正正因為這些很多迷思 即是你不要去回床 接納小朋友的想法 帶給他們很多不同的情緒 特別當要看醫生 或者入醫院 真的會入閘著很多不同的想法 其實我們真的要留院 或者要轉的時候 怎樣幫助小朋友去適應這個環境呢 這個時候又再次出現了 這個五感啟烟伯 又收了信息量 沒錯 因為有時候真的要靠家長繁蜂去練習 才可以收到一些正確信息 簡化了就是肥哥 最重要是深呼吸 先調整一下自己 可能小朋友要入院 其實大人也不安 小朋友也很不安樂 真的是很正常的 眼睛真的觀察一下 咦? 今天小朋友要入醫院 他不舒服 還要沒有了爸爸媽媽的照顧 真的很需要大人在這裡 有時候我們都跟醫護合作 根本是不讓媽媽走 或者真的不讓姑娘走都未定 要留意一下小朋友給我們的訊息 耳朵 特別提到醫院在核生的環境 特別之處就是 他不和遊樂場 遊樂場有小朋友玩都好像開心些 但醫院可能是聽到很多機器的聲音 例如不知為何 有小朋友都會和我同門說 整體的冷氣機都會真的吵過人 或者他聽到姑娘在討論一些個案的時候 他自己都會知道 這也會令到小朋友更加緊張 然後收集數資訊之後 我們才可以幫助小朋友 嘗試的時候 可以跟小朋友說 你真的有這些不安心 或者覺得很寂寞的緊張是很正常的 雖然你要轉一會 但是醫院裡面其實有很多幫助我們的人 包括還有醫生、護士 或者其他醫護人員 其實都是幫助我們打低這個病 那魚姐你講這個很好 因為前面其實我們都收集到一些感受上的訊息 如果說句子 還有可能家長都不可以說多些內心的感受 剛才說感受可能要多試幾個 就是可能有不安 甚至剛才你說有些儀器會帶到一些緊張的感覺 我們可以直接說 這個儀器可能會令你有點緊張 會覺得你好像很不舒服 但是其實這個儀器是在這裡 感受你的身體 了解你的身體的狀況 最後就是他有沒有辦法 我們都要靠這些儀器幫助我們 現在你可以譬如說一支公仔 我想剛才有醫院遊戲師都說過 或者可以深呼吸 但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練習深呼吸的方法 可以幫助小朋友有這些選擇和考慮 嗯 就是換句話說 在入院的時候 如果媽媽媽不只是聽醫生或者護士去面述病情之外 都會發覺原來身邊一些的聲音 環境或者耳機的聲音 這些資訊都原來會刺激到小朋友 有一些感受之後 再下去 剛才阿余就去分享我們紅黃綠衣的顏色 就是這個她說出來的時候 都可以知道她是否更加貼詞 沒錯 沒錯 我們做這麼多 其實最後都是想幫助小朋友去適應這件事 那當手真的很想幫助她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就是多些陪伴 以及關心小朋友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會以為 爸爸媽媽是否把我調到醫院 調我 他們都反而有些想法 就要讓小朋友知道 但因為在情期間 都知道因為醫院有些探訟措施 或者是不一樣的 其實都建議家長如果小朋友真的 在很不幸的入院的時候 都會盡快去問醫護人員 但在可能的安排下 我們都會建議 令到小朋友和家人 多一些的聯繫 譬如說 可不可以每天打個電話去電話 去電話聯絡 或者是透過視訊的方法 都讓小朋友知道 其實爸爸媽媽是會引起她的 去到這裡 我們都會建議除了發生事的時候 我們有所準備 其實平日 現在我覺得 有時候都會想像一個很好的環境 因為大家都每天出手 每天在做一些保護措施 其實爸爸媽媽都可以透過一些相關的玩具 譬如我們今天用了一個醫生玩具做例子 可以跟小朋友透過遊戲去說一下 其實他對醫院或者看醫生有什麼感受或者有什麼想法 甚至活多些空間的時候 會不會在學校或者在家裡都好 可以看一下影片或者圖書 去說一下看醫生是什麼一回事 而最後 無論完成隔離也好或者出遠 最想都是小朋友回復本來的生活 可以回復他們情緒的需要 我們都是堅守這三個心感動的事出現 堅守三個心的原則 持續關注 不論是小朋友或者家長的情感 所以是很重要的 而第二就是 即使是新常態下 其實我們有一些舊有好的生活習慣 都真的要有用維持 包括了一些個人措施 洗手 戴口罩 適當運動 要均衡吃 特別提到留在家裡 還有多一些時間玩 親子的時間 都是很幫助小朋友和家長去適應的 好 謝謝魚魚姐姐 其實剛才 剛才你都看到我們今天講座到這裡 微星 我們這次講座的題目 明明希望和大家多一些準備 今天我們無論分享的三個心 即是我們常常會提到 我們要關心小朋友之餘 才要關心自己內心的情材 分享作為一些深呼吸的方法 當然不論是小朋友自己都可以 留心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會給小朋友有不同的感官的接觸 我們今天有分享過的不敢體驗法 配合著我們的留心 你就能明白到小朋友當下接收的訊息是怎樣的 到你要付出同理心去說出一些說話 去幫助小朋友去認識自己的情緒 甚至你去收集到一些實際的資訊都好 情感和勞德的方法都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你們看到應該這個三個心和兩個方法 是不斷串聯在我們今天所有的場景裡面 今天大家未需要去做聯參和隔離的時候 今天同時很多人分享了一些事實的資訊 如果可以的話在生日裡面的確 我們是要多做一些準備的 其實坦白說就算你的小朋友要去掃生小學 或者你和小朋友要做一些新的事 你都一樣會做準備的 所以既然在這個新常態之下 我們無可避免面對這些情況 我們不如抱著一個正面的態度 都去做些少許的準備 因為同時之間做這些準備的時候 我們今天志樂一致關心的就更加是 我們明白到如果在遊戲上面 幫小朋友做到多少許的準備和提供 無論是健康的時候 患病的時候 或者需要做檢測的時候 這些遊戲都能夠幫助小朋友 回復的能力會出現到你 他面對情緒抗疫的能力都能夠出現到你 甚至很不幸真的要避免隔離 遊戲的機會也能夠避免隔離 有一點點短的壓力 也希望在新常態之下 雖然我們每個都戴著口罩 看笑容就差一點 平時我們講講座都可以多一點 表情流浪 眼睛有少許 所以可能不要介意 我們今天經常都周身移動 因為幾年之多 我們想跟他有少許不同 我們能夠透過遊戲 去活翻出一些生命力 所以我希望我們今天這裡的分享 雖然是稍微濃縮了少許 但是希望你們收到我們之後的筆記 以及留意我們筆記裡面相關的資訊 能夠補充回到你們裡面慢慢的吸收 最後在我們這個總結 在我們講到完成之前 有一樣的呼籲我 可以邀請大家一起去參與 不如我交給鳳姐姐 好 交給我 好 交給我 剛才阿薯女爸爸已經分享了 其實我們也有不同的活動 醫院遊戲團隊其實中間 我們出了一個遊戲會館 叫做《華華出院料》 其實就是想給一些3至11歲的小朋友 曾經入院接受隔離治療 或者他自己留院 或者其實說他入院的時候 他的情緒好像有點不穩定 也想幫忙 其實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遊戲會館 就有一個電腦抽籤的領域 其實我們可以給公眾去拿 右邊的QR Code 如果有家長的小朋友入院 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在右邊的QR Code 那裡申請 我們那個截止日期就是5月25日 之後我們就會電腦抽籤 然後就會出了一個名單 然後還會寄給家長 那聊天室也有特別的 沒錯 都可以進入了 對 好,二、三、五日截止 我們現在就慢慢填壓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立刻就知道 好 好 此同時我們去到廣座的微星 亦都同步進行了 現在可以給大家在熱天室 進行一點點的發問 又或者可以幫我們同樣 在熱天室另一個格子出去 就是我們今天的回應問卷 很需要你們給我們一點點的建議 因為我們其實整個計畫 還有下一次講座 在暑假的中段就會再開始 我們都會留意著疫情 和熱天室的需要 會作出更新的判斷 所以先給大家一點點的意見 先給大家一個機會 給我們一些資料 所以也都可以訪問的 是的,如果有問題 可以現在慢慢慢慢 一路前置文件一路訪問 嗯,很簡單 哦,有老師就對我們 應該可以親情的 應該好 都可以先照田 可以先照田 是的,就是 還有應該是剛才說 不一定已經是病了的才填 嗯,曾經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 我們都相比曾經入院的小朋友 嗯 放他一年內 是的 不是只要是幻想了新冠訓 哦,不是的 可能經歷了住院的這個時間 是的,這樣也可以 那裡面其實有些什麼要做 可以說一下嗎? 我想他們也有興趣 我想說一下 哈哈 其實《華華診療療》 就是一款遊戲盤會 那她的故事就是 貫穿一個叫華華的小朋友 由她入醫院去到出院 由她出院去到回家 發生了什麼事 她的心路歷程 其實在醫院裡又見過什麼 其實都會想有些正面的訊息 帶回小朋友去醫院 其實是醫病的 但是中間會有些情緒明白的 有些什麼可以幫助她放鬆呢? 裡面就會加了不同的小遊戲 加了一些小朋友喜歡的元素 例如《華華》 接著有些圖案 接著之後會有些復活方法 我們會有些重貼的貼紙 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遊戲 會貫穿整個故事 回到家的時候 她在家裡可以做什麼呢? 家人又可以和她一起 整個時間調出來 原來留在家裡的時候 今天上手做什麼 下午夜晚又要做什麼 這樣 這個就是整個故事 帶了一個內容 所以今天我們分享的是準備的 甚至出院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配套 有一個正常心 有一個配套幫助 好 那有一位朋友的問題 大家聽到什麼都有點遲 我聽到 好 小朋友的情緒 多知對自己的情緒未必順 就是腦裏正在學習中 家長會不會有機會初判呢? 嗯 有時候都要收集小朋友感受的資訊 有時候可能我們就是眼尾灑仇 覺得配奏未來可能是犯 但是未必是真的一樣的 所以如果要總結一點去 拿到小朋友的感受 我會建議真的可以觀察 最少起碼都要三秒 就是看久一點 然後聽一下他的心聲 聽一下他的反應 然後才是真正去拿一個判斷 有時候可能一些感受字眼 我們都很缺乏 我們要平日練習多一點 練習多一點就會令到 錯判的機會率降低 日常生活裡面都可以練習 不只是跟小朋友 跟身邊的家人、親人 你都可以透過你的觀察 你的聆聽 你呼吸收來調節了自己之後 去嘗試講一下那個對方的感受 可能練習可以幫到你 不會對你錯過小朋友的感受 然後慢慢練習回來就可以做得到 還有我的經驗都是 練習是一個遲遲多一點 去了解小朋友 就是順拜去判斷準的幫助 第二就是剛才幫媽媽分享了一點 就是有一點心理準備的 慢慢就是這些事情 是未必可以做的 所以就算在小朋友上面 直接跟他露出 就說正好 正好 爸爸媽媽對著誤會了你 是這樣的 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說 其實都會明白 爸爸媽媽其實都是很嘗試去關心他 所以這種表達自己 其實誤會 其實都不代表是一定要 一個贏一個輸 因為大家都去關心大家 所以爸爸媽媽可以和自己 多了一點心理的準備 所以我們這樣問 我想經常都會提到我們內心的問題 沒錯 如果你出於內心是很想跟你師傅 和同學關心 這個就不會成為你 要贏一定會做 一不是鬥答問題 沒錯 還有情緒 我也明白 小朋友有時候太小 覺得他在學習中 他不明白那個情緒 就是這個 剛才 所以為什麼說要練習很重要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嘗試 將那個情緒 連連那個事件 就是說因什麼事 所以這樣 小朋友可能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就是可能我發問贈 就是我生氣 是因為你收了我的玩具 但是可能他說不出我生氣 但是他知道我是因為 我收了這個玩具發生的 我想家長可以試一下練習 就是因什麼事 如果說中了 其實小朋友有些反應都提到 可能都會同時間 現在令到小朋友知道 原來我這樣 原來就是在生氣 我覺得是大家都互相學習的 一種東西 好啊 原來就是我認知 因什麼事 又是考回來 會觀察了小朋友 之前是在做什麼 所以就互相呼應著這裡的技巧 謝謝大家 也多謝各位同事一起去分享 學校的鐘 時間也是差不多 如我們所說 你才是超時 所以很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見到大家 亦都大家繼續留意著 志樂的Facebook和我們的網頁 在疫情之後 我們繼續會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在小朋友的需要 亦都不會有不同的問題 透過在Facebook裏面 如果見到一些post 所以有疑問 其實你都可以 跟我們同事的反應發言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再次多謝大家 跟大家說一聲再見 好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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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明鴻 親愛的警ipe 廢訴 że 你還會 導悉